氣壓懸吊的方針套 它的Q度是很足的 然後標籤還在 這個幾乎大概有可以講到有九成星以上 我們講真的 如果說吳老闆給這台車況一個分數 你覺得你會給幾分 如果說這一台車是跑三萬公里的話 那我大概給它88分 如果這一台已經跑七萬多公里 那到95分 大家好 我是老蕭 W205是近幾年來最暢銷的車種之一 它有非常多的型號 我們今天就來介紹一款比較特別的 日規外匯C200 C200台灣的總代理不是也有嗎 沒有錯 但是呢 它們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台灣的總代理是1.6的輕油電 那麼日規外匯的C200 算是左駕特製版 全日本大概只有200多台 所以它的數量是非常少的 再來呢 它是2000cc的引擎 四缸加渦輪 我們一般所知道的C300 它是同一個等級 只不過它的馬力還有扭力的調校 小了一點點而已 在日本的C200呢 它的配備也是相當的特殊 它全部都是AMG-LINE的套件 前保 側裙 後保感 包含它的內裝 全部都是AMG-LINE 大燈的部分喔 它是LED的智慧頭燈 看到它是屏標的部分 它有自動跟車 自動煞停 而且盲點偵測 Keyless 包含了它還有方向盤 車道維持的輔助 我們說買房子喔 鄰居非常重要 那麼買中古車呢 前車主就很重要 這輛車的前車主呢 老蕭跟他非常熟 為什麼 因為是老蕭從日本 把這台車進來台灣之後 賣給他的 大概開了一年多之後呢 他又回來跟老蕭換車 那麼這位前車主 他非常愛這台車子 他跟老蕭是同年的 他開車也是屬於漫漫的屬性 第一 它是車庫車 第二 它每5000公里一定保養 第三 它為這台車呢 鍍膜了兩次 再來呢 就是它的水箱護罩呢 它把它換成滿天新的 讓這台車的氛圍看起來更漂亮 它貼的是FSK的隔熱值 在車內的部分 它除了保持得很好之外呢 它還加裝了安卓機的系統 它除了有導航功能之外呢 其實它功能滿強大 它還可以看影片 看YouTube等等 也可以連結你的手機 這個配備滿不錯的 我們來看一下車內的氛圍 你就可以知道 老蕭的這位朋友 非常的龜毛 對 龜毛 車內保持得相當的好 連一個刮痕都沒有 而且方向盤呢 看起來就是欣欣的 也沒有刮痕 粉粉的 非常的漂亮 它的車身是可以升高的 國內或者是美規的W205C300 它基本上是沒有這個功能 這個我覺得好用啦 因為我們下地下室 有的它的角度比較傾斜的時候 你車身升高你就不會去磨到下巴 這輛車實際里程7萬6千多公里 車內保持得還是相當的新 你如果要問說 這輛車有沒有什麼樣的缺點 老蕭認為 可能就是沒有柏林之音吧 再來呢 它的座位呢 這邊是三組的記憶椅 但是這邊它是半套的 這是老蕭認為的小小缺點 但是整體而言呢 這輛車是非常棒的 有車友問老蕭說 吸200% 吸300 它們內部的空間是不是不一樣大 是一樣大的 因為是同一個車殼 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看到 像老蕭這樣子一個 80公斤的一個胖子 最近胖太多了 老蕭有在減肥啦 而這不是重點 你可以看到老蕭的坐姿喔 是坐的比較遠的 可是它後面的空間 還是非常的足夠 老蕭覺得它的配備真的相當不錯 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23P 跟這系統智慧頭針之外 它甚至還有自動停車的功能 當它的儀表板 它出現一個小箭頭的時候 代表它找到車位了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停車 市區啊高速公路都有在開喔 它的平均油耗呢 可以高達11.4到11.6 像老蕭在市區開的時候 一般就是用ECO的模式 它就是讓你在市區順順的開 而且非常的省油 高速公路的話 老蕭通常就是用SPORT 然後用跟車的系統 基本上它也非常省油喔 我們待會就來測試一下 為什麼高速公路我用SPORT的模式呢 最主要是 我要瞬間加速超車的時候 非常的好用 但是你用SPORT模式 你在做跟車不代表它的油耗會高喔 大概18點多啦 就是在高速公路平均油耗大概18 17 大概是這樣的油耗 其實是相當的省油的 像老蕭現在就有開跟車系統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儀表板的部分 它跟前車的車距都會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而且它有方向盤的車道維持輔助 所以呢 現在是一個彎道的部分 即使老蕭的手稍微的是放開的階段 它會不斷的修正 讓我們的車子在車道的中央 它現在就叫你要把手放上去啦 我們剛剛在講解的時候就說智慧頭燈 智慧頭燈它真的很好用喔 因為它永遠會讓你的前方都是最明亮的 可是卻不會刺傷前方車主的眼睛 不只是自己安全也要前方的車主 它駕駛也要安全 我們現在盲點在叫了 它叫我要小心旁邊有車子 老蕭呢把C200當代步車開了一個禮拜 老蕭也把心得告訴大家 第一個 它非常的經濟實惠省油 再來呢就是它非常的安全 因為它的主被動的安全配備呢 非常的足夠 所以讓老蕭開起來非常的輕鬆 如果你要性能車 這台肯定不是啦 但是如果你是要一輛好開 省油 安全 那麼這輛非常的適合 這輛C200呢 是老蕭之前從日本進進來 已經賣給車主了 開過一段時間以後回來換車 雖然是老蕭進的 但是呢我們還是要來好好的檢查一下 所以我們來到最專業的騎力汽車 吳老闆 請吳老闆來幫我們檢查 沒問題 整個狀況呢 看起來是相當不錯 然後這個 intercooler的部分呢 狀況也特別好 這個是一個重點喔 因為可能你天天修車你知道啦 是 然後老蕭因為在賣車也知道 可是我有發覺 很多車主不知道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第二個冷卻系統 是為了加強 渦輪散熱的效果 在加裝的一個系統 它有別於我們水箱的冷卻系統 它是針對這個intercooler在做的 它為了讓它進氣的溫度更低 散熱效果更好 第二冷卻系統的水啊 冷卻液啊 其實也要特別注意 因為老蕭有遇過 有車主不知道 對 結果裡面沒有水 他說為什麼開起來 怪怪的會抖 原來它那邊水漏光了 剛才我在跟吳老闆聊天的時候 他說他看到這台車嚇一跳 他覺得這台車很特別 到底特別在哪裡 跟大家講一下 以C200 C200喔 有23P 有智慧的LED頭燈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 這一台還配四活賽的卡鉗 這個不容易啊 雙活賽卡鉗而已 雙活賽卡鉗 可是它是四活賽卡鉗 各位賺到了 賺到了 這一台還有配高階的氣壓懸吊 一般看到的市面上所有的C300 很少碰到有氣壓懸吊 這一般是高階車種才有選配的 那麼氣壓懸吊的話 它是不是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氣壓懸吊就是你要注意表面的防塵套 是不是有破損老化 那如果有破損老化的話 它的狀況可能就比較差一點 喔 這樣嗎 對 因為你它從外觀就可以判斷的出來說 這一組氣壓懸吊是不是狀況好跟不好 是這樣 OK 雖然它很好用 但是我們也要特別注意它的狀況 對 最好能買到一台 它的氣壓懸吊看起來是跟新的一樣 那就可以放心使用啦 好 我們來看這一台車的避震器 就是氣壓懸吊系統 那一般來講呢 它要特別注意是它的這個氣囊 還有防塵套的部分 如果防塵套是有點破損的話 那基本上它的壽命也大概剩不到一半了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氣壓懸吊的防塵套 它Q度是很足的 然後標籤還在 然後它的氣壓懸吊的部分呢 狀況也是很好 還有它的那個高度感應器這邊 也是狀況非常好 這個幾乎大概有可以講到有九成新以上 這保養的非常的好耶 是 保養的非常好 這個右前方也就是右前避震器 它的狀況也是跟左前方一樣 OK 對 看起來也是跟新的一樣 好 這邊是它後面的氣壓系統 然後它的避震器 也是高階的電子懸吊 它的Q度是很好的 基本上我們把灰塵一擦 它就是新的 哇 非常新耶 非常新 其實像這邊也一樣 雖然有點灰塵 但是 它其實就是跟新的一樣 所以你這樣子看的話 應該有個九成新有 九成新有 其實它才剛開始用而已 狀況是非常好的 狀況非常好的 對 然後再搭配它這個 可控式的那個電子懸吊 嗯 那這一台的操控性一定是沒話說 底盤也沒有摩擦到的痕跡 包括它的排氣管啊 是 觸媒啊 也都還沒有變顏色 表示它是沒有超過的層 最長就是大概 中前段 中前段 它會變紅核色的 那就表示有 如果它有二超的話 二超的話 就容易變顏色 就是一直拉轉啊 二超它這邊就會變色 對對對 所以 有時候看排氣管 你也可以看到前車主 它使用車輛的狀況 我們剛剛看完整個車況之後啦 吳老闆還有沒有什麼 要提醒消費者的地方 這一台車況呢 其實是相當的好 那唯一可能要稍微留意的就是說 包括頭燈啊 包括所有的配備 包括氣壓懸吊 它都是比較高階的配備 所以在買這種車的時候 最好是找銷售的汽車公司 可以提供保固險的 那這一台車開起來就很安心啦 因為有保固險的加持呢 那就不用擔心這一台 萬一有什麼小狀況的話 保固險都可以處理 是這樣子 是 對 就是我們要享受高配備啦 所以它零件的價位也會比較高一點 是 車輛是機械的東西 我們開在路上 每天的磨耗 它難免會有一些零件會有損耗的 是 這個時候如果你有保固險的話 就派得上用產 是 剛好老蕭的團隊有保固險喔 所以你買車要找誰 這樣知道了吧 這輛車呢回來之後 老蕭把它當代步車 大概開了七天一個禮拜 老蕭的心得就是覺得 這輛車非常的好開 如果呢 你覺得它是C200 動力稍微不足 你去寫個一接晶片 它就變成C300了 而且這輛車的前車主 它把該裝該改的東西 通通都幫你用好了 又那麼愛車 所以這輛車基本上 你過完戶加完油就可以行駛了 如果你要找一個有服務 有品質有保障的車商 趕快來找老蕭 我們講真的 如果說 吳老闆給這台車 車礦一個分數 你覺得你會給幾分 這台 跑幾萬公里了 我剛剛還沒看 跑7萬6 如果說這一台車是 跑3萬公里的話 那我大概給它 88分 如果這一台已經跑7萬多公里 那它到95分 所以說它保養得很好 保養得很好 照顧得很好 然後真的是 開車有很愛心的開 所以這台車 以這樣的里程數的話 它的分數是相當高 分數相當高 狀況等等都很好 你如果說這台只有跑1萬公里 那大概就80分 70幾分 1萬公里這樣的車礦 可是跑7萬多公里 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保持得很好 保持得真的很好 對 其實我有看過其他的 有的里程比較少的 重量比較差 對 對 它可以裝完了 你看那個XX車 來3萬多公里 整部車 就跟什麼一樣 對不對 不太像話了 你聽不到嗎 因為沒有抓到嘛 所以就不予置評 對不對